好球 这一杆炸球直接晕带了 曹与鹏也是成功拿到了上手机会 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机会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防守一杆坐一杆斯诺克等着小特来犯错误 没解到 板回去重解并没有好的下球线路 不错的事 他只需要先前方的尽量 这一刃是尽量的尽量 在他的前方的尽量 就出现了一刃的尽量 稍稍微约以后 再多了一会儿 第二竿 才是沒解到 繼續來解 還是沒解到 好,繼續解 我們看小特多少剛能解到這個斯諾克 解竿確實高難度 前兩局如果有這種斯諾克入手的話 曹以鵬直接就贏了 嗯,接到了 摔袋,摔袋 好好,那還是可以擺回去的 手擺位 手擺位,曹以鵬選擇了直接來打 左下方抵袋的長壇 好球 嗯,黑球還是有下球的 紅色的,但這球還沒有在很友善的地方 但球球還沒有在很友善的地方 但這球還沒有在很友善的地方 彩球打劲的话 红球还是需要继续来调 这个运气真没有站在曹玉棚这一边 一杆打带房 如果母球能贴顶裤的话还好 不贴的话左下方你带漏了 没打进 没打进会漏中弹 还是直接要的顶带曹玉棚是对自己的准度真有自信 好 红球是没问题的 红球一点向上的角度 红球是 红球是 籃球的话调上方的这一颗粉球是向下蹬 左下方底带吃的 50 向上了先把上方的这颗处理掉 继续你使得了成蓝蓝蓝蓝蓝鱼 即是成蓝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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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وس册 只有去跟其它一排 绿球有向下的角度,低竿吃库下篮 这样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 打掉的话,母球下方的这两颗是有单拆的 选择抄架竿先来拆 这个时候曹与鹏一定是要稳住的 先拿下一局再说 如果说打平对曹与鹏是很有利的 打输的话就很被动 算一下分数,目前是领先了23分 中间这两套吃到的话 接黑球是够超分的 但是黑球半死的一个状态 继续围着粉球来打 接粉球也是可以超分了 那就没问题 甚至说接篮球也能超分 当然右侧边库的这颗必须打掉才能保下这一局 先超分 前两局都是小特率先超分 然后曹与鹏努力的做斯诺克 就是罚不出来分 看这一杆关键球的较位 好球,较到了 打下这一颗小特也就不会再上来了 好球 这局场中拿下 所以我防一杆 中山一杆是莫克,小特认负 让曹与鹏扳回一局,2比1 Stars und 你 你 那个 你